最主要得分就是從我這邊來做執行 所以我要就是有更多攻擊手段 去幫助這個球隊這樣 靈活的機動性跟爆發力 才可以就是持續的進行高強度的攻擊 心態上的話就是要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才能有效得更多分數來幫助球隊 就是跟他們舉球修正的說就是 不用太刻意的想要做好球給我打 我是希望他們不管丟什麼樣的球 我都可以處理得好 然後處理到這分 對 我最近拿到這雙Dimension 這個地方就是其他球鞋沒有 看起來特別特別帥 然後感覺蠻透氣的 我平常就是喜歡穿高筒的 然後剛好這雙球鞋也是一個高筒的設計 就很符合我 因為包覆性好 我個人比較需要這樣的球鞋 攻擊需要上向下下 然後左右迅速的移動 然後我希望它可以包覆我的腳踝 讓我比較多安全感 也比較安全 包覆性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比起其他球鞋我覺得好蠻多的 穿起來的包覆感就很強很舒服 然後緩衝的部分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需要很多緩衝 因為又要一直上下跳 緩衝的部分我覺得 我覺得夠我這麼激烈的人使用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之前有穿過低筒的鞋子 然後落地的時候不小心拐到腳 然後就瘦了一點傷這樣 而且包覆感這麼強 就是很有安全感 它鞋底的接觸面比較大 然後踩起來比較穩 所以落地的時候也比較舒服 我覺得靈活性的話也是非常的高 就即便它是一個全掌的大敵 可是靈活性非常足夠 然後移動跟瞬間爆發 那個抓地我也覺得都非常的好 基本上打排球的人穿這雙應該是都沒有問題 連我這麼激烈的操作的人都覺得舒服的話 那大家應該是都可以推薦 大家好我是洪文發 這雙Dimension推薦給大家